国家警报再响起 16号早上台湾发生规模6.3的地震 镇央在花莲东部外海全台有感 今天早上8月16号早上7.3处分的时候 在花莲县花莲的东部海域 也就是花莲县东南方大概34.2公里的地方 发生一个规模6.3的地震 然后震度很减只有9.7 所以造成整个最大的震度大概有达到4级 这次地震主要影响东部地区 花莲 台东 宜蘭等部分地区 最大震度达到4级 而前一天下午也曾发生5.7的地震 气象署表示15号的地震镇央 位于宜蘭外海 与这次的花莲距离相当遥远 而有民众反映 桃园和高平地区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 气象署说明 这一次的国家级警报 大家应该加拿好感 我们主要都发了这一地区 就是预估震度 预估的那个震度 所以没有发了大概就是只有高平 还有那个桃园地区 那桃园因为相对的那个地层比较坚固 所以它可能就那个摇晃的这次地震 震波传到那边的时候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造成的震度没有那么大 气象署提醒 最近因为下雨 地层比较不稳定 民众如果经过山区 要注意可能会有土石灾害 另外未来三天内 也可能发生规模5.5的余震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辉模李毅宏 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